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想說一下潘姐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她原來有一個稱號叫旅遊歌手 她常常在香港人到處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很多很多,歐洲甚至是南美洲 我們這輩子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到處去唱歌,甚至在她的歌曲裡面會宣揚到為大家介紹香港 譬如她有她的叮噹歌曲,My Hong Kong,Chinese Blues 她在音樂裡面會說一些東方文化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她這件事是很誇張的,我認識她 It's an honor, great honor 她是一個很好玩的小朋友 我很深印象的是,我記得有一次在電台做訪問的時候 她剛剛在走廊碰面,她一來到就說 她說Eason,我很驚訝 當時我們還不是很熟 潘姐姐說,我最近要上一個電視節目 你可以做我的嘉賓嗎 我很莫言她要請我上去做嘉賓 她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她說,我已經很老了 我當然要找個年輕一點的同學一起上節目 那我就年輕一點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棒 其實這件事是其中一樣 令到我一直都記在腦海裡 所以有一次她在音樂會的時候 她真的請我做嘉賓 所以我很開心可以跟她同台 而姐姐很棒的一件事就是 做完她的演唱會之後 我現在放在我的書房 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就是她送給我的一張 我跟她在台上的合照 姐姐永遠都在我心裡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所以在這裏借機會上 順便說到這裏就很感謝姐姐 經常都很提攜我們的後輩 以及很喜歡跟我們一起玩 說完這麼多之後 我知道姐姐有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有一個在2019年1月4日和5日 有兩場在文化中心的大劇院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8點15分 就有兩場潘迪華音樂旅程演唱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到時候應該有很多 一些朋友仔 和她一起在上台 一起和她玩 和大家見面 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在一起和我們一起看 you say kiss me